作为东亚地区著名的军民两用机场之一,位于日本冲绳的那把空港一直都是军用机身影爱航舍的乐园, 因为那把空港不仅是中国东航、首航、国航等对日国际航线的起降机场,更是日本航空自卫队南西航空方面队司令部所在地, 驻驾有装备F-15J战斗机、T-4教练机的第九航空团,以及装备U-125A、UH-60J和CH-47J等那把航空救难团等部队, 突然F-15J正从那把空港的跑道上起飞,背景是一架73G客机,一直以来,陆海空自卫队部属于那把的各种机型和与此起降的民航客机,都是比较平安无事的, 彼此之间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故,但就在近日,两架准备起飞的航空自卫队F-15J, 是险些和降落程序中的民航客机相撞,上面,一度非常紧张,去日本媒体报道, 事件发生时,航空自卫队第九航空团的两架F-15J,接到了紧急升空执行拦截任务的命令, 已经从停机位科机库滑出,进入了滑行引导跑道,突围事故发生前的实况状态简明事例, 但与此同时,已经有另一架隶属于琉球民间航空通勤公司的庞巴DTHC八行支线科机,进入了降落程序, 此时科机距离主跑道大约5公里,高度为300米线已经开始减速, 当然,最重要的是,此时主跑道的使用时刻权已经被琉球空港的空管, 划归到DHC八支线科机这边,而不是,在想要起飞的F-15J战斗机手中, 但是,F-15J的飞行员,无视了空管人员的指示, 而是自作主张的操纵飞机滑舰的主跑道准备起飞, 而就可以说是本次事故中最危险的时刻, 图为后人用计算机模拟的特力威力空难画面, 飞机在跑道上相撞的结果,多半是击毁人亡, 由于当时的时间是晚上8点30分左右, 所以民航机飞行员的视线注意力, 很可能在机场驻降系统的灯阻, 或是在跑道的道滑行指示灯上, 对于缓入跑道的小小战斗机很难察觉, 倘若空管没有注意到F-15J滑山主跑道的情况, 那么DHC-8就很有可能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转身F-15J, 或是在发掘之后, 却因为没有足够的速度拉起而是速聚毁, 无论哪一个结果都是灾纳性的, 所幸的是, 那把空港的塔台空管注意到了这一情况, 便要求F-15J立刻离开跑道, 并重新安排着陆流程, 在牧师确认F-15J确实离开跑道, 不至于阻碍DHC-8科技降落之后, DHC-8才重新进入降落流程, 并于两分钟后顺利着陆, 突围失速坠毁后, 飞行员跳伞的F-15E战斗机, 身为民航科技的DHC-8就没有这种功能了, 据防卫省方面后来发布的消息称, 这两架F-15J的危险行为, 是因为长机鲁莽的行为导致的, 长机驾驶员表示, 自己确实看清了降落中的DHC-8, 但从牧师判断来看他认, 被DHC-8离进入跑道还有一段时间, 这段时间足以令他带领的F-15J, 装机完成起飞流程, 但由于当时是太阳完全落下的晚上八点, 这说辞显然不具备很强的说服力, 突围航空自卫队西南方面辖区的常客, 也是F-15J紧急起飞拦截的对象之一, 值得注意的是, 当运晚间出动的F-15J任务, 明明白白的写着紧急拦截, 这一点不得不赢得外界狭想连篇, 对间接事故责任人的身份展开猜测, 但直指笔者落笔时, 方卫省和航空自卫队, 都没有公布紧急拦截的是什么飞机, 位置什么位置,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, 随着紧急拦截任务数量的指数级上升, 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有些承受不住这样的重压, 忙中出错其实是正常现象, 在这里笔者只能祈祷, 与这无关的民航客机, 不要再受这样的波及吧, 立任取尊重内容, 从尊重作者开始, 专载, 合作请私信联系我们。